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在家煮茄子吗 我是不煮的 因为茄子煮了通常都是黑色的 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是叫 麻辣凉拌紫茄 为什么叫紫茄呢 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轻松煮 简单煮快乐煮的维维蔡老师 老师好 姿迪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说茄子就是茄子 茄子有别的颜色吗 哪有 很多人煮出来茄子 是不能看的 根本不想吃的 对 所以我不煮 真的 我不会煮 然后我们家也不出现 因为小朋友不吃 家里的人不吃 因为黑黑的谁要吃啊 对 但是很多人会以为说 你要很紫的话你都用油炸 都是过油啊 对 一堆油所以我不要 因为茄子它本身它里面那个白色体 对 它很容易吸油 对 所以你如果 当然你炸是最紫啦 可是真的很多人像你一样 是不吃油炸的 对啊 因为太油了 对 而且你炸过以后 那整个吸附到你里面的 那个白色组织里面 对 那非常的油腻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 到底怎么样让茄子可以轻松煮快乐煮 但是又可以非常的漂亮 所以叫做紫茄 对不对 当然 对 所以我们不是茄子而已 对 好 那我们重点就是 很多人会想说 你的茄子是不是要泡醋水 不用 都不用 对 就是冷开水就好 对 就是开水就好 那就是茄子重点就是你要选的时候 它最好是表面是紫 就是越紫越好 越紫越好 对 然后是光亮的 是 然后表皮不要这样黑黑黄 不要皱皱 对 皱皱的或者是这样黄黄的 所以它越紫色越好 然后越光滑越好 其实茄子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对 可是就是因为烹调的方式 我们常常失败啦 没错 对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选择这种 光滑的深紫色的这种茄子 那我们先把它切断就好 切断了 对 切断就好了 切一段一段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去撕它 所以我们 对 把它撕成一小段一小段 所以我们现在 原则上就只要切断就好 对 好 丢到水里面 泡一下 所以观众朋友这一集一定要认真看 真的是 我觉得家里面很多不吃茄子 其实不是因为茄子不好吃 对 真的是因为烹调方式的关系 对 好 切断 帮我把火打开 好 火打开 对 里面我有放一些水 可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好 打开 一点点水 对 那很多人水说要放很多 然后还要用一个什么 什么那个把茄子整个压下去 对 那都不用 等一下就看我怎么做就好了 是 所以我们这个只是简单先泡水 对 泡冷水 是 就是你的时间掌控很重要 那火也不对切了 对 但是时间很重要 就是我们 因为你原则上你要全程都是大火 这样子 不可以关小火 对 那你也不要温差过大 是 那其实照着这个方法做 一定不会失败 百分之百成功 百分之百是紫茄 不是黑茄 对 临失败的料理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准备像这样子的一个 青葱 那青葱一样切细细的就好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做凉拌 做凉拌 就切细 对 切末 对 切末 那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有教过麻辣锅 有 哇 那个实在是难忘 对 那麻辣汤底很好喝 对不对 那其实它也可以来入菜 对 所以你煮一个麻辣汤 其实它可以用很多不同 就把它当作酱汁来用啊 对 像我的麻辣汤底出来 我可以做凉拌紫茄 甚至凉拌烘蛋 然后对 都可以 或是来做一个麻辣豆腐 也 是 对 那我今天就是来示范 怎么做这个凉拌的茄子 对 所以这个茄子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那它并不是说真的叫难煮 是它真的是烹调不好的话 其实它出来的卖相不好 是 对 看起来就不可控 没错 好 那蒜头 一样把它拉碎就好 好 蒜头我就懒得切 切葱还可以接受 对 切蒜末就很难了 对 那因为葱 有时候还是要用切的 对 不然它的那个形就容易变掉 对 好 那这边调味教大家一下 就是盐巴 直接放下去一拉转 对 那因为我等一下会用上那个麻辣的汤底 对 所以我盐巴不要太多 是 好 然后再加一点糖 一点盐 一点糖 对 这个都是提味的 因为我们都不放味精的 对 好 醋等一下最后放 那原则上我们等一下这个还要过油去热一下就好了 这样子 对 很简单 那一样把这些 可以先拉一下 好 这个都放一下 等一下 我们再来调整它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们就等这个锅子的水一定要大开 对 要大开 所以它现在已经冒烟了 差不多了 对 一定要大开 所以我火要大一点 对 火大一点 好 那你全程注意不要关小火 对 就是要大滚 重点 对 不要大 那因为我这个是切整段的 对 所以时间掌控也很重要 好 那像这个整段的话 像这个锅子应该锅子厚度比较厚 对 热度比较高 所以计时三分钟 我刚刚就在想老师 是 你不过就两条茄子而已 锅子这么大干什么 原来是要让它很均匀受热 对 所以调锅子也是要有技巧的 对 那你就不用用什么 一个再把它压下去 一定要沉到那个水里面 我的水不用太多 有道理 因为你的水越多 你要滚的时间就越久 对 那你浪费能源而已 对 对 好 那我们确定它 是不是 要再滚一点 这样不够滚 要再滚一点 要整个大滚 麻辣锅底这样子 对 好期待 对 然后再把热油到时候 我们会煮一个花椒油 花椒油把它淋上去 对 把它淋上去 所以这一段其实很简单 重点就是 你茄子可不可以烫得漂亮 是很简单 对 老实讲都很简单 可是你茄子 我现在还是存疑 因为我觉得 不用油怎么可能 茄子会漂亮还紫茄 怎么可能 好 我们滚了 对不对 好 一定要大滚 然后整段的茄子放进来 什么醋什么都不用 我手插后面等着看 对 看是不是真的值得 好 你现在记住这个颜色 对 好 记住了 记住了 都不要关小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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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要计时三分钟 对 现在我们要计时三分钟 好 就刚刚好三分钟也不要过久 是 然后那个透明的包给我 透明的 对 三分钟 对 三分钟 对 很聪明会用计时器 对 不然等一下讲话讲一讲又忘记了 忘记了 好 那我们这边要把它加热 要烧一点 那个花椒油 是 对 好 我这边花椒先进来加热 冷锅就可以下去了 对 可以 但是你要先让它的香气出来 我们一样 油只要热就好 但是不要过度 不是先把油下去 不是 对 很多人会油很热 然后你再去烧花椒 对 一般是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 你的油品的营养价值又不见了 对 所以我通常就是会选一个锅子 然后把这个花椒粒烤香 让它香气出来 然后我们再下油 对 那这个就是一定要热油 是 不可以不是热油 对 然后等一下淋上我们的蒜头 让它蒜头在上面这样 滋滋滋滋滋滋这样子 就直接加热了 对 然后那个你的凉拌紫茄就很有味道 是这样 好期待 对 然后我刚刚已经老师说要记住那个颜色 我记得很清楚 对 就是有点紫色的 鲜紫色的 对 那很多人这个时候要什么 把它压下去 一定要沉在那个水里面 其实不用 但是你的锅子就是热度要够就对 对 而且其实可能锅子的整个的 密封的那个热度的传导很重要 对 所以因为 为什么要压 是因为它让它整个沉在水里 受热均匀 可是像这样的锅子 你不用太多的水 不用 不用太多的瓦斯 对 然后它因为整个受热它密闭在里面 所以它是整个受热均匀 是 对 热循环很好的锅子 所以老师说 要注意火候 可是说实在 如果我们选这样的锅子 也不用注意啊 就是大火啊 不是这样吗 全辈你猜中 有 甘丹 这样这个聪明 对 对 你抓到重点了 对 其实你好的工具就真的 做料理会简单很多 对 而且真的 比较不会失败 对 说真的 对 好 所以难怪我们很爱煮 对啊 好 好 等时间 那这个 要等到它什么时候呢 你要闻到它香气 所以这中间其实我也不用动它 你有闻到香气了吗 目前还没 不用 因为你就这样摇一摇 对 摇一摇 让它的那个香气出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的油是什么油 只要能够耐热的油就好 比如说那个葡萄籽油 它是可以耐煮的 对 耐高温的 对 当然你不要去用那个 那个Oliver那个橄榄油 好 三分钟 哦 对 紫色 要什么东西 好 我们要把它捞出来了 这个时候要捞出来 对 好 熄火了 这夹子真好用 对 这时候 三分钟它中间就会熟了 会熟 会熟 对 好 其实我们今天有一点 过一点点时间 但是没关系 真的是紫的 对 它很紫 而且它已经有一点 爆起 就是意思是说 它里面已经吸满了水分了 对 然后它预冷 它会皱掉 对 会再皱掉 是 那这个其实已经有味道了 好 味道出来以后 然后加油 现在加油 对 好 我就让它集中一点了 对 对 让它那个油加的热热的 对 要多一点油吗 对 够不够这样 好 可以 那我一定要让这个油烧热 好 好 那我这边开始来摆盘了 哇 开始有声音了 对 不过老师这样的好处真的是很不错 对 就是它油不会喷 对 然后也不会把整个厨房弄得到处都是 不会 好 我的盘子可以拿过来 好 所以现在是等着要摆盘了 对 但是因为我还要 后面还有一点程序要处理一下 好 你看 其实我看到这样的茄子我会很开心 因为我大部分看到要吃的茄子 都是整个油油腻腻的 对 然后呢 就是它为了要呈现那个紫色 所以它弄得很多油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是天然的鲜紫色 不用 对 好漂亮的紫色 对 哇 真的 很难得看到茄子是这个颜色 真的喔 对啊 觉得好兴奋喔 这样子真的我们以后家里也可以多一道茄子了 对 这样很开心啊 对啊 就有时候觉得这样的茄子 你把它搞成这个样子那样黑黑的 实在是自己心里也难过 所以干脆不要买它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 哇 这样一节一节的排在盘子上 好漂亮 那其实这样子就很漂亮了 好 然后我们的葱 放进来 紫的 绿的 对 很少 除了紫色洋葱以外 其实很少食材是紫色的喔 对 它花青素也很丰富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真的是在 食物的配色上面 其实茄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对 可是就是难在就是它不太好料理 对 那今天老师教了之后 我们之后就知道了 原来它只要大火 维持那个温度 滚三分钟 三分钟一定要注意喔 时间太久的话 它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就会黑掉 对不对 所以老师刚刚控制得很好 三分钟 然后在这之前 其实它先用冷水泡一下 然后在热水里面煮个三分钟 其实就完成 没错 那现在我们就等着我们的这个 花椒油好 花椒油 对 对 哇 你看 我还在一直在那边想说 它会不会喷欸 你看到现在还是会喷 完全不会啊 对不对 可是你那个阵阵的香气 就一直弥漫 对 慢慢已经出来了 对 好 那我这个时候要淋上一点 这个麻辣 我们之前的 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在调什么酱了 有没有 就是直接把这个 之前有煮的麻辣酱汁 哇 就把它淋上去 对 就这样子就好了 好 所以这个麻辣酱是不是很好用 对 好 这个油 好香喔 然后我们就把它淋上来 然后那个 整个莲花椒让它下去 对对对 然后你看 哇 香香滚欸 对 有没有 那个麻辣酱真的已经口急了 是 然后你看 哇 好香 对 你一定要让那个油 然后渗透到刚好你的蒜头 对 你的葱 然后跟它那些麻辣酱 混在一起 然后你看该籽的籽 是啊 是 该白的白 最重要的是这样 是 然后那个酱汁 就会整个弥漫下去 然后渗透到你的茄子里面 我们刚刚虽然淋了那一堆油下去 可是大家放心 因为我们的茄子 其实它是煮好 它吸满了水分 水分了 所以你的油已经进不去 它那个可能是外面的沾酱 这样而已 对 你等一下把那个茄子撕开 它其实它里面都还是白的 然后完全没有 没有把你的油给吸附进去 这样看起来就已经是白色了 真的是白色 而且这个上菜是不是很好看 非常漂亮 对 老师 你这个摆盘厉害 真的厉害 对 所以我们这样就完成了吗 其实这样就完成了 对 所以你看这个重点是 老师取的名字 叫做麻辣凉拌 紫茄 真的是紫茄 对 我们上菜了 老师 这真的是紫茄 真的 而且你看它颜色都不会跑掉 对 那这一碗什么 它是一个白醋 对 对 要吃的时候你可以再淋上一点白醋 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对 淋白醋 是 一般不是中式大概都会用黑醋 比较多 可是你要凉拌还是用白醋 对 我要来选择一块 上面有花椒 有蒜末 葱末 你好会选 你看我像这一颗像很久了 真的 对 那老师怎么吃 可是一口咬它吗 对 你就至少咬一半 我都这样子 我让那个味道刚刚好 是 这真的是要大口吃 对 好够味喔 咬到那个花椒 一点点麻 可是也不会太麻 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口感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个茄子让我吃起来没有负担 对 不会感觉油 就完全没有油腻的味道 完全没有油 对 只有那种香气 对 然后味道是这样 一阵一阵都有不同的口感 不一样 对 又有麻辣 然后又有那种蒜头 又有醋 非常的特别 刚咬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 茄子的整个清甜味 对 然后接着开始 你咬到那个花椒 那个一阵麻就出来了 那那个麻可以维持在嘴巴里面很久 有 现在舌头还是麻的 哎呀 这真的是 这道菜实在是太完美了 所以家里面可以再多一道这个 叫做紫茄喔 真的是紫茄喔 对 对 记住 顺序就是你一定要是 茄子切断之后 放到水里面稍微泡一下 对 对 然后就是大火煮它 三分钟 三分钟 你看三分钟就呈现一道 这么完美的一道菜 对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薇薇菜老师 谢谢 今天煮一道保证成功的一道菜 舒适够健康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